童年多么让我留恋 可它却用层层烟雾将我遮住 童年多么令人回味 可它却像一片片羽毛越飘越远 偶然间我踩了一串童谣 闲在口中 啊那正是我的童年 它像一串糖葫芦又酸又甜 岁月的脚步固然匆匆 却留下了深深浅浅大小不易的印记 这个或许镇刻了欢声笑语 那个也许保存了波折的友谊 还有许许多多 有傻式乐式悲式 好似一块色彩斑斓的鹅卵石 一只螃蟹披着一身紫红色的盔甲 捂着一对大刀 圆鼓鼓的眼珠子直瞪着 我蹲下身去刚伸出手 又像被火焚着了似的缩回来 我用小棍捅了小刺猬一下 它马上缩成一个刺球 过来一会儿 它才舒展开身体 池里的鱼儿从我身边穿梭而过 有的鱼儿竟把我的衣袖当成了隧道 从一只衣袖口进去 又从另一只衣袖口出来 我鼓着腮帮子 使足全身的力气 不管三七二十一 把气往管里吹 只觉耳朵里嗡嗡地响起来 眼前金星乱冒 头重脚轻 哎呀 不好了 刹车失灵了 刹不住了 我暗叫不妙 又急又怕 只好闭上眼睛任由脱缰的野马 朝花坛直冲过去 救命啊 我们狼帐鬼叫式地呼救着 抱头鼠窜 只恨爹娘少给伸了两条腿 我紧绷得身体立刻轻松下来 天啊 终于结束了 进入山洞的时候 我忽然想象着 古人历经艰难登上山顶时 大概也如我此刻这样 心情舒畅吧 我的心情十分舒畅 如同春风吹拂 暖意融融 我只觉好像有一股轻轻的溪水 从心头潺潺流过 十分舒畅 我们在欢呼声中蹦进了水池 可问题马上出现 水似乎有点深 是很深 大家马上慌了神 要不是背上那块小小的腹板 我们可就真的小命难保了 在这一片鸟语花香中 我们扑进大自然的怀抱 吹柳笛 编柳帽 挖毛根 逮蚂蚱 捕蜻蜓 尽情玩乐 我立刻兴奋起来 不管三七二十一 甩掉鞋子 从妈妈手中抢过救生圈 光着小脚丫 欢呼着扑向大海的怀抱中 而时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在那里面嬉戏打闹 玩捉迷藏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游戏 童年是快乐的 童年的游戏更是快乐的 在童年的秋千上 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一起畅游太空 一起笑傲江湖 我心里一阵兴奋 一阵紧张 轻轻地握了握手 慢慢拉起长绳 猛地一拽 当一声 脸盆就把小鸟给扣住了 记得有一次傍晚 我和几个小朋友玩捉迷藏 我看到打鼓肠上有一堆稻草 就钻了进去 躲藏了 一会儿 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直到外婆找到 我时才醒 我纵情地笑着 几天来的疑惑与费解 全部化作笑声飞出了心窝 伴着清凉的尘风 吹向了这个山坡小镇 妈妈也笑了 人们都跟着笑了 这是发自肺腑的欢笑 望着一望无际的田野 我的心难以平静 兴奋不已 我顿时高兴地手舞足蹈 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欢乐的浪花 我的心情也像浪花一样欢腾 这个喜讯使她的眼睛里有了神采 额头和嘴角两旁深深的皱纹理 似乎也虚满笑意 连一举手一头足都渐渐地 带上了一种轻快的节奏 忽然 我的眼前为之一亮 多么耀眼的一片绿色呀 我快火急了 不顾一切地飞向了那一片绿色的世界 像是飞进了母亲的温暖怀抱 我觉得我变得容易喜悦了 我的心情像一把灵敏的弦 轻轻一拨 便有悦耳的声响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太阳公公慷慨解囊 把自己的全部阳光洒向大地 我欢欢喜喜地跑出家门 连招呼也没打就马不停蹄地直奔河堤上 当我气喘吁吁地跑上河堤时 我惊呆了 啊 真美呀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蝴蝶 瞧 每只蝴蝶都很漂亮 有的落在草地上休息 有的则翩翩起舞 真是美丽极了 俗话说 红花还须绿叶衬 美丽的蝴蝶再加上一望无银的鹿草 就更加迷人了 任谁看了都想捉一只龟未及有 风在耳边呼呼地响着 公鸡在远处得意地叫着 树林里的小鸟 也乐得嘶扎嘶扎地唱着 而我的心 这时候比公鸡还要得意 比小鸟还要快乐 我跃得简直飞起来了 像风一样飞跑起来 跑过一道牙畔 跑到深沟底下 又一口气跑到对面山顶 他讲起话来多有敬仰 每一句都像小锤一样 砸在我的心上 丁老师简直像一只颠簸的小舟 大风大浪里 满载着知识和力量 使进孩子们那一个个心灵的港湾 上课铃响了 同学们依次走进教室 各个精神愉快 像雨而游进了大海 朗朗的读书生从各个教室里飞出来 像动人的大合唱 音符满天 他一阳顿挫地朗诵着 声调优美 唯唯动听 举作动容 他这个调皮鬼 书念得太快了 劈劈啪啪啪 像是炒花生米一样 老师的亲切话语 像那清澈的泉水 滋润着我的心田 将老师的影响是通过一条无声的线路传达的 潜移默化 铸就了学生们一颗颗善良宽厚 正直的心 小静拿笔的手托着塞 张大的眼眶里 精亮的眸子 缓慢的游动着 丰满的下巴座位上翘 这是每当他要想出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数学题时 为数学老师所熟悉 所喜爱的神态 老师让我们读单词 轮到我时 老师让我读单词尺子 我张口就念路了 全班同学一下子哄堂大笑起来 只见调皮鬼小明 把脖子伸得老长 眼睛盯着老师手中的白纸 教室里压却无声 安静极了 老师把我调到黑板前回答课文的主题 将我吓出了一身冷汗 他勉强打气精神 翻开书 开始就觉得一行行字 在上面活动起来 像要飞 后来觉得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 像一窝蚂蚁在纸上乱爬 同学们的脖子都伸得像被拎起的鹅 瞪圆眼睛 凝视着那个实验杯子 我的头一次次的要撞到桌面上 却又因为数学老师高高在上 没办法 只好强打气精神 使劲睁大眼睛 可不一会儿 我又顾忌重演了 我站在后墙角 听着老师念那一串串成语句子 觉得真像电视里演的古代人 在摇头晃脑的念文章 小明 注意课堂纪律 老师一声怒吼并狠狠地动了我一眼 这时我才发现全班那么多双眼睛 都在看着手舞足蹈的我 煞时 教室里寂静无比 真达到了传说中掉一根羽毛 也能听见的境界 台下早已炸开了锅 同学们的议论声四起 有的人兴奋无比 跃跃欲试 有的人喜行于色 谈天论地 有的人没紧锁 比包工还丑 上课灵异响 跃跃欲试的同学们 各个严阵以待 端坐在各自阵地 竖起耳朵 听一如司令般的主持人 发号施令 教室里 台上鸡里呱啦 台下憨声震震 任凭数学老师 在台上公式横扫千里 有些同学就是提不起 睁眼的近 纷纷进入了梦里水箱 耶 欢呼声骰然响起 怎么眼前一片黑暗 哦 停电了 教室里顿时乱作一团 刚才那些 无精打采的尼菩萨 这下一个个全活了 这下好了 不用听那枯燥乏味的讲课了 同桌的画中 满含兴奋 老师讲课的声音 时高时低的变化着 仿佛山间的清泉 缓缓流过我的心田 仿佛山は opposite 震撼尽 少年 少年 震撼 震撼